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哎你现在来到的是一个视频的下方是吧 这是呢一局三界黄金的一个四童秀 是吧分别呢是在这个第一关 靠存档的方式获得了这个兵剑火箭和暴剑神装直接加持 之后呢我是在前面呢一次过了这个五关啊五关半 这里呢是后续把所有的带来 咱们的换上阿斗之前我先冲过得谁杀谁 哎这个地方呢阿斗杀的个毒蛇得过奖 不对吧怎么着呢 好吧无所谓啊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们应该能看懂是吧 这个地方呢如果有这个懂的玩家 相信呢你一定啊会明白 现在呢是在骗暴击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呢你前面啊 你是把血补满了 然后呢暴击呢并不高 所以说呢我这里呢是通过这个挨打一次性把血扣完 获得一个最高的四十包的攻击力啊 这是非常这个隐藏的一个设定啊 这个不是常看我视频的玩家呢 我都不教他 OK这里呢推完暴击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攻击力高了是吧 那么大的一个大脑虎 我用暴剑就给他一下秒了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对咱们后续的这个 这个这个诉讼的一个发展将会是更进一步啊 好吧咱们的这里接着来啊 这局的话呢严格来讲呢 不能算说一个实战的这个作战啊 因为实战里边呢我觉得是不可能有人有这种运气啊 在这个第一关两个画面就把这个三把剑凑齐啊 是吧当然了啊这个后边这些操作呢都是实战操作 都是呢我在直播的时候打的是吧 那好多人这时候就想问了 那不对永恒啊 那我也想看你直播里边这么精彩的实战操作 然后得去哪呢是吧 咱们在接着这个旅盟啊 开场直接一个毒兵舰秒杀的期间 我给各位说一下 你得来哪 你得来西瓜视频呢是吧 我在西瓜视频做直播 之后的话呢你可以 百度西瓜视频官网 或者呢这个手机下载一个西瓜视频的APP 然后呢你搜索我这个法视频的ID 或者房间号14个6啊 这样的话呢在每天晚上 剑的版左右的一定是往左 之后呢你就能看到就直播了 这个地方实话实讲啊 我被这个选票吓着了 因为呢我一度以为会死机啊 要不然的话呢 第一批兵我就换包剑直接秒了 后来我也想呢 我琢磨也没用啊 这边该死还是死 我琢磨毛用都没有 我这里呢直接是来换上这个冰箭啊 打一个这个冰箭的一个小连招 直接把孙权带走 然后呢再来一个飞碟 黄盖那对不起了 6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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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两头手走 这样的话呢 你先看到这个属性剑对吧 这张暴力的这个大妹子 就把他们全部搞定了啊 这个人的属性剑 这真的是只能用暴力来形容啊 猛的令人发指 但是现在有个事不太好 就是说没气了 我一会呢可以会考虑到 用这个查普克啊 用这个大锤 超大变态范围的一个攻击距离 以及这个攻击力啊 来面掉小B再把气回一回 这把气回一回 然后呢咱们这里继续啊 这波兵的话呢 感觉就挺适合 我这里呢 上了先来个投赏服 然后呢来一个敲大地啊 这样呢 我在倒地的时候呢 又刷了后边一匹兵 压根不打个 这里呢再拍一波大地板 OK打了一颗半气 之后呢 先减这个张角机 再减这个隐神一啊 这具野的隐神一抱的是真 够用啊 我只能说真够用啊 然后呢这个位置呢 来 这个亏了娃娃 实话是讲可以减一下 但是你别看啊 这个人物隐神一抱的够用 但是呢 这个人物如果特速通 你奔一个最快 即便现在解满了隐神一 它也不够用啊 它也不够用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吧 那不够用在哪 不够用在哪 这里呢 再减张角机 张角机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一个清兵道具啊 非常不错的清兵道具 之后呢 咱们这里再储 减个张链件 这个张链件的话呢 怎么说呢 呃 对于现在来讲 就是没什么用了 查却不漏吧 OK咱们这里往前走啊 你看到这个兵 其实这个兵就给开一个张链了 就给开张链了 但是呢 我当时啊 也没反应过来 之后这批兵又来了 这批兵仗上他包剑 咱们直接给AB死 问题不大 小剑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老开AB的原因啊 因为那这个版本 现在呢 把这个基础难度调的太高了 这把怪的攻击欲望特别的高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呢 你打八怪的同时啊 你打 尤其是在速通的时候 你可能互不来 所以说呢 这个AB 有的时候你一开啊 比他们给你打倒了 要强的多 要强的多啊 这个好多人会说这个啊 这个老开AB是吧 一定会有各种的弊度啊 他这个 当他这个速通的水平上到一定的层子以后 他应该就会懂了 OK咱们这里呢 继续往前飞奔啊 继续往前飞奔 这个位置呢 用这个啥 用这个 我是想用这个沙梦和打打气 实话 但是呢 一直换不过来 没找到欢令的机会 没找到欢令的好机会 这里呢火箭先轻轻波 然后换冰箭再轻轻波 你看这种兵就很弹疼啊 这种兵首先他就非常的搅和 他在远程龙大虾 一下就给你放倒 其次呢 跟他一起作战的这个 这个谁啊 这个这个大狗啊 大狗的话呢 还不怕并件 所以说呢 这就有点不得了 之后呢 这位置胖胖剑呢 咱们的给他一次干倒 一次干倒 这里面再来 再来 再来 OK 之后呢 往前冲 这里呢 我换了个并件 调了个非凡 我呢是准备把上边的小老弟啊 给他一次性带走 飞面聊个火箭 这里呢 飞盘一来 中了 直接来前前一下BA 前前 没打拳 那不要紧 那里面再补一下 对他带走 之后呢 秒换火箭 之后这个电剑 把沙门克一扔 说实话 这个电剑来的是挺意外啊 我这位置是换错了 我这位置呢 是想在飞盘以后 整个火箭啊 结果呢 这个 发现了火箭在手里 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失误 这局的失误呢 可能目前为止操作的失误呢 这个就算是比较大的了 那么呢 咱们沙门克一丢 把这个电剑捡起来 这个电剑捡起来 有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呢 后边的两个铁码 要省了很多的时间啊 也不能说成很多吧 省一些吧 不至于很多 这个地方呢 我直接选丢莲花 然后呢 用这个包剑处 结果没想到呢 有一批小别人不怕莲花 这个地方呢 好像又会说 应该换赵云 是吧 这赵云 其实我当时也想过 气不够啊 你如果注意西看的话呢 上面这个气不够 实际呢 这个局势呢 如果你想把赵云 当成这个前面主力呢 也可以拿个头盔啊 也可以拿个头盔啊 因为呢 你看我背后的格子呢 说实话 这个电剑是没用的 可以拿一个头盔 但是的话呢 这个怎么说呢 如果拿头盔的话呢 这个张飞 反正也不耽误时间啊 这个东西就看你怎么想 是觉得 头盔拿着 也是那个玩意儿 没什么大的一个改变 这个头盔呢 也就是专门为赵云的令牌 服务的 然后专门为赵云的令牌服务的 然后比如说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如果上赵云令牌 可能会快一些啊 这个画面呢 为什么说可能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赵云令牌打也不稳 曾经也是过 但是呢 呃 就是说 呃 最好状态吧 就是理论上最好的状态 是比这个 荒原啊 这个属于店 各种企业打得要快的 所以说的话呢 后续呢 这个 可以再把这个 这个地方 然后再多测试几次 这就都具体的还快了 然后这个地方 你想打得快呢 你就得冷以沉移 说实话 如果是用赵云令呢 在这个地方也能起一定的效果 啊 这个地方呢 上赵云令 如果有头盔 前边呢 比如说你是 呃 四五个气 见到前面那个画面 前面的画面 打完还是四五个气 隔着开四五个必杀 我觉得未必会比这个 黄云打的慢 啊 但是这个地方呢 一定没有黄云打的快 啊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呢 冰剑的黄云啊 绝对是够快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头盔赵云啊 其实还是可行的啊 这这个地儿呢 是打张飞 中到了别的小兵 咱们里继续啊 张飞这个架 基本上呢 你得起不到就 啊 他不太白人 这里呢 AB接一个6A 接一个那啥 这里我得先把桥清了 然后呢 冰剑马上换完之后 就调毒气筒 但是我不说 我这道具调的还挺快 是吧 好多人作人说 哎 有没有调道具真快 我平时也没注意啊 但是今天我一看 这位叫永恒的玩家 这道具调的真快 你看这吧 打一个这个啥 打一个这个都标追地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莲花的清兵 前面呢 因为没有莲花 所以说呢 还做不到这个 一个毒气 一个莲花 但是你看这两波 这两波这个操作 明显就上来了 对吧 就往前走 换一个电剑 这里呢 继续来 我们来看 这个位置呢 直接爆酒壶 你看这个电剑是吧 两下就死了 这如果是没有电剑呢 这个地方应该打连招 打连招就打三套 对吧 你像三套连招 跟这个两下撞 这中间的差距 听我多说是吧 之后呢 这个位置呢 还用仅有的两个毒气 再打一个 在毒精州那时候的操作 之后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呢 就正好 我只能说正好 这个地方呢 我现在误求呢 在这七八秒的时间呢 杀完那个杀不过 憋死 这是我现在想做的 然后呢 在黄盖出来之后 我再死 我看看能不能利用 我这个 对不对 你也懂 能不能利用我这个 自带的隐身衣 来搞一搞黄盖 但是后来发现 你像是吧 根本不行 所以说呢 这里如果想快呢 你还得愣一招 你看是吧 那你如果再想调整方案 那你就得在前面 这个五个boss上 用这个赵运令牌 然后呢 把隐身衣 安排到黄盖上 黄盖这肯定是要用 这地方不用隐身衣 打的实在是太慢了 然后呢 这个司马衣呢 虽然倒第一次 但是他起身很快 这里呢 咱们把司马衣杀掉 你看是吧 这样衣服就成四个了 这到后边就不够用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当时在直播的时候 我说虽然是六个衣服 但是不太够用 这也是五个 然后你算吗 前边 出门大娃 你得来一个 对吧 要不然呢 那帮怪一直均拟 不怕死 但是你怕打的慢 然后呢 这个吕布司马 那必须来一个 要不然呢 没法打 之后呢 五虎将必须来一个 因为你没有小黄叔 没有动物书 即便有动物书呢 打的也不快 这三个隐身衣 就安不住去了 对吧 然后最终说 Boss你怎么都得 有俩隐身衣吧 你没有俩隐身衣 打不了啊 是不是 所以说你看是吧 看似很多的隐身衣 这么一按 他就不够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这个隐身衣 非常缺的一个原因 然后呢 你包括下一个画面 下一个画面 如果上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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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会慢的 因为这个赵云的 必杀呢 没有腰带 他两个必杀 如果是这个 必杀钻轮的时候 打着这个怪 这怪会死 你看我们来了 这里来赵云了 这就是为了 神移神移 你看这吧 第一下 不是钻轮打着的 钻火打着的 第二下 钻火打着的 你看这吧 两个必杀之后 有一个Boss没死 这样做的什么坏处呢 坏处就是 你还得单打这个Boss 之后呢 我后来我一想 如果我是在 第一个Boss开完 我第二个Boss 就来到这 似乎好像 这个赵云就行了 然后呢 但是你看这吧 这个 这个钻火这批 赵云的Boss打不着的 是吧 即便你站的时候 都不良 然后呢 这个小兵呢 有的时候赶成 这个肉的兵 还清不了 对吧 你站右边 站右边的坏处 站左边开Boss 小兵全死 站右边开Boss 小兵会给死 所以说呢 这个三件的赵云 那还是比较尴尬的 还是比较尴尬的 之后呢 你说这是扔六张有机 就扔完 然后呢 马上第二个 智云的怪就出来了 你还是没有输出的环境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想快 还是隐身一最快 没有比隐身一再快的 不过呢 还是那个缺险 隐身一数量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地方呢 我是凭借一系列的道具呢 并没有用隐身一 但是呢 这个场景呢 并没有达到 这个最快的一个效果 是吧 然后咱们得去往前走 这个左辞 我呢 先来一个张角军 轻一个大马 这是无差别的清掉 这个所有的这个啥 这位置呢 野的动物书 后面也报了几个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来个野的 来个动物书 这个动物书的话呢 可能还能剩点吧 这个动物书好像也剩不了 野的肯定是宝吧 因为你看啊 雪张辽必须来一个 对吧 最终的这个 武神这个boss 必须来一个 所以说呢 这是两个必备的动物书 然后呢 如果你失误呢 对不对 你不可能有点失误没有啊 万一赶是失误呢 所以说呢 你得留一本 那三本动物书是最好的 而这局的四本动物书呢 说实话是超标了 那从最后反推 证明了司马仪 那个动物是不用进的 但是的话呢 你当时如果不进 当时可是一本没有啊 沈翔对吧 当时如果你不进 那你后边如果一本不报 你怎么办 就诸葛亮的一本固定动物书 那不刷瞎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 OK 咱们这里呢 继续 这个地图就简单了 这个地图呢 咱们要起空 一只升空就行了 然后大家看到 看一下右二角的世界啊 目前为止呢 是一个三十三分半 这个成绩呢 就是非常恐怖啊 非常恐怖 怎么说呢 我给你简单的打个比方 就是说呢 如果是正常的玩家 打下去这个游戏啊 你第二关随的不好 随一个长关 比如说 夺经周 诗经周 八阵图 这三个长关之一 那么呢 你打完第一关和第二关 所用的时间 就是三十分钟了 我这么给你一对比 你就懂了 我这个三十三分钟的成绩 有多恐怖 是吧 要不然的话 好像会是 哎 你去科三国 打个三十多分钟 还有什么筷子呢 是吧 筷子筷子到这了 好 然后呢 咱们的一句 下来看 这位置呢 继续签就不用 这个人呢 唯一的好处 到处不缺气啊 到处不缺气 你随便在地下包两个野酒 就够用了 随便包一个两个就够用了 当然了 你援局令 得安排明白了 不能说 满气的时候 你就用力排 然后呢 没有气的时候 你就干除 这样的话 是不行的 你们就令大家更不坏 这位置呢 直接隐身一 五个隐身一 我们来看 完全跑 直接奔跑 这种挑战火箭 一不二 小三连 带走司马仪 然后呢 这里是一个撞的失误 但是呢 撞失误不要紧 我这里呢 在失误以后呢 赶紧低时间调整 去杀这个夏侯渊 然后呢 夏侯渊 杀完之杀吕布 这样呢 刚好一个隐身一 清掉了这三个boss 之后呢 换成这个暴剑 开始输出 雷神锤丢掉 之后咱们继续 暴剑再输出 这里是蛇白给 咱们直接一臂 是吧 蛇存白给 不可能这个黄鹰 被这个蛇咬死 你又说这个阿斗 被咬死 那正常 阿斗那个垃圾 打蛇脆菜 这地方为什么 上赵云呢 加点戏 OK换回来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儿呢 你让赵云去打兵 就再拿着他了 这个地儿的兵呢 你看是怎么出的 看他这么出的 所以说呢 咱们里呢 把没有两个仗金 给不用下 我这 我这仗金的利用率 可能还差点 是吧 很明显的 我的仗金呢 还能在前面打安排 然后咱们来看这吧 这地方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以前一 塞兰输出肺 一起来就一起 这地方呢 你找出来别的办法 当然了动物数也行 但是呢 动物数前提 这帮怪的配 这帮怪变完动物之后 如果是满屏幕烂窜 那你也猜他 所以说呢 最稳的还是这个隐神衣 你看是吧 这里一个隐神衣 一条气全部带走 就是这么恐怖 这个地儿呢 扔个仗金 好处呢 是可以把张辽呢 空到屏幕的右边 看见了吧 这样的话呢 他不至于说 你给他变个动物 然后他跟个狗子 低往左跑 不至于会出现那个事 要不这个张辽好干的事 这太好干的事了 然后呢 利用几次的冲撞呢 给这个张辽顶到满边 现在就看运气了 这为什么不先来看运气呢 首先呢 这个怪是优先兵 你这个怪呢 如果是 是马还好 这地方说实话 是马还好 这地方是马 马不会被鞭尸 如果这地方不是马 那就坏菜了 这位置呢 用连续的AB呢 清掉了一个水章辽 然后呢 酒果也不用拿了 没用了 身上的两合酒 根本用过来 咱们来看最终一战 目前呢 又是36分钟 咱们来看 这局呢 我通过存档呢 获得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速通成见 九阶杖一扔 雨神一一放 我溜溜开始输出 我们来看 28万6的血量 我这里只有两个雨神一 为什么我说 这个雨神一这么缺 你看你就明白了 是吧 我这里呢 最好得准备 两个雨神一 你看一个雨神一 打十万地血 倒点了 绝对倒点了 这里我如果不放雨神一 就操他就我干死了 然后呢 一个气打完之后呢 再爆一个气 继续无限连 对吧 继续无限连 OK 然后第二个气呢 你不能给他打到 七万地血以下 要不他雨神了 这里我第三个影神一 你看是吧 这么看呢 你打的一个葫芦 就是必备三个影神一 要不然的话呢 你很难顺利的 给他搞定 之后呢 这个位置再来 再打一个输出 直接再走 之后呢 现在是37分钟 十多秒 我用了30秒 击杀他 然后这地方呢 咱们干这个野猪 这个野猪这个位置 说实话不好 然后呢 我二次撞没撞到 我零劲移动 往下调整 你看是吧 真正的大神 往下窜了一行 我卡了一个野猪的下陷 这样呢 就能无线连输出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 最后这个通关成绩吧 这里呢 无线连只要不掉 很明显38分钟之前 就能打完 这局打的呢 也算是发挥的非常好 运气也不错吧 你们先一是够用 动物都够用 然后呢 整体的操作呢 没什么大的瑕疵 没什么虚弱 如果再想打一局 比这个筷子呢 基本没什么戏复 这里呢 还抱个野的电键 最后呢 也是拍上了用场 好吧 这里呢 感谢咱们的 叹息班的轻容 感谢呢 老板呢 是出了一个档 并且呢 是点播了 这么精彩的一个节目 对吧 伴随着最后的 这个精彩回报 那么呢 咱这一期 这个视频呢 又该告一段落了 我那是本期的解说永恒 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点关注吧 咱们今天通知见 募见不散 拜拜